16.9米逆踪船體 30噸排水量 航速超過25節 遠端操作之下 續航力可達36小時 這是新加坡海軍 海事安全無人艇 傳感器等配備和系統 由國內自行整合 而船體載台 則為由台灣的隆德造船生產 跨國合作 看似讓我國國造攻擊型無人艇 有所奠機 面對中共解放軍艦艇 大量層層進逼我國周邊海域 找出低成本 全天候的有效防衛手段 是當務之急 國防部編列8億1200多萬 由中科院光華研究室 負責的快期專案 應運人生 自研自製 運用行之有年的無人靶船 當作延伸基礎 對外邀商資料顯示 計畫先開發三艘 挺長小於10公尺 滿載低於4噸 吃水深度0.5公尺以下的 攻擊型無人艇 和另一艘工作靶船 而船體結構將潮的流線 逆中構型 又因為以棋襲為最大的目的 遠端導控距離 目標定在70公里 因為海雜坡基本上會影響到 海面雷達的偵測 就是說你擔任無人攻擊艇 實施對船艦 實施攻擊的時候 你勢必要 隱匿自己的心中 當然因為 載彈量的問題 你可能也有相當的頓速 那你的速度要能多快 那你自己在 執行作戰的過程中 你可不可以做閃避的動作 這些都是把船沒有的功能 所以這勢必要再做提升跟改良 這樣才有機會 實現所謂的攻擊艇的任務 新的技術尚待突破 因此整體仍屬於 軍事科研階段 不過快期專案 在三個月內就完成建案 主責的航空研究所 更愈化在明年年底之前 完成作戰測評 2026年朝樣產扣官 當然你後續 還要做很多測試 譬如說你的控制方法 你是用無線電控制 還是說衛星控制 還是它能夠自主攻擊控制 這個在規劃上 都是目前把船沒有想過的 我們在台灣這邊提出來是說 要由無人機做中計 這個相對給予了電子干擾 電子作戰這方面的一個機會 所以說怎麼樣增強 這個反干擾的能力 這個可能是它的一個重點 以後是不是把這中計 改為由星鏈低軌衛星來直接 那這個就沒有距離的限制 這好像烏克蘭 它可以長程分析將近1000公里 去打它的目標 起心動念 打造新型軍備 原因還是看到烏克蘭 一次次用無人艇 對俄國軍艦以小博大 不過成功的關鍵 其實在於運用策略 而群攻的要素 在於導控技術成熟度 中國大陸日前高調展示的 相關能力 我國還在急起直追 特別是未來主要採用 對象的陸軍 作戰需求是200艘攻擊型無人艇 如何開發出相對應的 AI智慧管理技術 眼前挑戰難度不低 我們如果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去訓練出一個演算法 那我們要給他的 測量量就非常的大 不管你要給他的投資 還是你要給他的這種 學習的這些相關的設備 那都是要大量的投資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畢竟概念和過去成造的 陀江級巡防艦完全不同 獨得標安的龍德造船 還有中科院協作成果眾所關注 最怕為了展現成果壓苗助長 資金卻又沒有每一分 都花在刀口上